男子侯 心動快速向那江河團記 破壞你想那紅包武器 我還是那句話與父母無關 孫安佐你要就有肩膀一點 然後做一個男子汗 男生開心戰場 迎孫安佐搶翔個男子汗來單挑 今天是因為全院的主辦方 先不尊重我再先啦 我也不一定要在全院打 如果孫安佐願意 我們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打 我跟他這一戰是勢必發生的 打不打得成 問題不會是在我 人稱大長小怕假 33歲的綜合格鬥家韓森 日前無端遭到孫安佐恰伯攻擊 兩人原定要在格鬥場 全院之心上了結恩怨 沒想到韓森 卻突然遭到主辦方 告知自己的賽事被取消 對此韓森接受 山立新聞網獨家專訪 表達強烈的木曼 我是被告知 然後我也沒有選擇的權利 他們就已經安排好巨本 掉我眼 那我覺得 今天你孫安佐你不打 就整個都不要打 我尊重你 但是你要打 然後還換了對手打 就是感覺主辦方 跟他的經紀人 還有孫安佐那邊 就是沒有尊重到我 訴求其實很簡單 他們為什麼不打 他們自己來跟社會大眾交代 那這個鍋 我不背 而且我也沒有要陪他們演 我其實 我跟孫安佐打 我打的比賽一樣是有 一樣是有人流 一樣是會有我這些 北中南的親友 大家一定會到場支持 我就算不跟他打 我打的比賽還是有人 有人看 所以我到底趁什麼流量 但是會不會是他們擔心 是可能你的程度太好了 然後跟他打他會有威脅 那 也OK啊 那他們就名獎了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就名獎 我接受啊 可能一般人比較不知道的就是 準備一場比賽真的很辛苦啊 因為 你可能要請好幾個教練團隊 你要花費很大量的金錢 去買裝備保健食品 甚至你的 你的營養學什麼都要控制 教練團隊啊 然後再加上這些 保健食品 醫療費用 你一場比賽 背下來都是幾十萬在起跳的 退賽我是第一次遇到 你既然已經接了 那你就會出來站 沒有在那個接了 然後又不站了 或是臨陣脫逃的 主要是要贏 而不是要拚生死 那你如果不打拳的話 你覺得有沒有 其他的項目可以跟他比賽 我覺得沒有 因為他就是在我熱衷的領域上面 然後挑戰我 還是那句話 與父母無關 陳丹佐你要就有肩膀一點 然後做一個男子漢 韓森去年奪得全院第十九屆冠軍 青少年時不懂事 曾坐過牢 出獄後遇到了天團九一一的老闆 收他樸利 開始接觸格鬥運動 讓他走回正途 我已經把欠國家的也還完了 出來以後 至少我出來 重新做人 我沒有白關這一趟 我看到那些年輕的選手 其實我都會主動的給予協助 對 或者是說 他們如果有來找我的話 如果說有跟我開口 我能幫上忙的 我一定都是 我一定二話不說 我就是希望這些年輕的選手 然後可以樂中於此 少走像我們以前的冤枉路 在這條路上可以發光發熱 我要的就是這樣子而已 小麻煩 他會不會有很多地方 我讓你去看看 我不會是抗議 有無限的 那你會使用